节目的最后了啦 有几个事情想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在Podcast的平台上面 开一个赞助的连结 如果有人赞助的话呢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挪出一点时间 向他们公开致谢 那如果你在你的赞助内容当中 有向我们提问 或者是有一些小题目测验 想要考考我们的话呢 也会在节目当中呈现 那我们目前Podcast上线大概两周 收听的总数呢 已经突破了大概3000次咯 这几个听众当中呢 超过30%是来自我们台北的听众 正常是正常 我觉得这个数字是正常的 因为真的全台湾的职业刷小米 都集中在台北 集中在北北基 我们以前做过统计 就是以前在韦来的时候 看过那个资料 真的北北基讨啦 真的真的 对 所以呢我们有收到一个 来自台北的张先生 50块的斗内留言 他说呢 他小时候呢 他看WLV 他最喜欢的选手是John Cena 他想要问我们两个 说我们现在最喜欢的选手 分别是谁 那你先 还是我先 福德加先啊 好我先 因为你收到人家赞助 一定要先讲的 我其实 在以前的影片当中 曾经有提过 但是我没有大肆的宣传 所以我这边再讲一遍 就是呢 我最喜欢的选手 其实是Chris Jericho 我当初刚看的时候 最欣赏的选手 是Chris Jericho 呃 我也比较长大了一点之后呢 我现在真的是 会看剧情啊 剧情安排得好 然后那个 比赛打得好 我自然而然会喜欢 私底下的言论我觉得也很重要 有时候你知道有些选手其实私底下的讲话也蛮没经过大脑的 哈卡斯有时候就 例如那个人叫Rideback 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他可能叫做Rideback 例如我们讲例如啦 Skip Sheffield 对对对 例如 可是我觉得Jericho是一个 真的我也很喜欢 真的就是一个 不管是在雷来上或是 私底下讲话都非常得体的一个 但是当然真正吸引我的还是在那个 真的摔脚 摔脚 摔脚公道博真的不是寒假的 好那 居住你呢 因为Jericho你讲走了 但其实我要讲一些比较 如果说以前到现在都很爱 真的就是Tommy Dreamer 哦你也很喜欢听他的节目对不对 也会Buzz T的Open也会 帮他工上一下好了 Tommy Dreamer的Buzz T的Open 其实常会听到一些 就是有的没有选手自己讲的一些幕后的八卦 真的还蛮好笑的 但是我喜欢 Tommy Dreamer真的是 Tommy Dreamer是一个玩人 你知道他是一个没有缺点跟 完全忠诚代表度 就是你知道吗 用三国演义来讲的话 我觉得 Tommy Dreamer根本是现代官二哥吧 官二爷 就是一个炎梁收割机 摔脚界的炎梁收割机 炎梁文丑 对啊就是你会看到那个Paul Heyman 在ACW的后台 跟他讲我Dreamer天下无敌 不可能 我Dreamer天下无敌 就是这种程度而已 你知道吗 Tommy Dreamer其实从以前 他在ECW Paul Heyman还没接手的时候 他其实在比较前期的时候就加入了 加入到后来经历过Paul Heyman的改造 然后也重新呈现一个新的风貌 他后来甚至接了ECW的干部经营 就是Paul Heyman在外面拼商业的收入 就是拉赞助之间 然后他就负责booking做这些 好啦即便他真的做的不好 然后财务也出了一些状况 就是例如说他们会有一些overbooking的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我订的太大 其实我不需要这么大的场馆 或是我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 但他可能就是没有经验 就是可能会出这种错误 然后财政上面就会越来越恶劣 或怎么样 然后那时候其实很多的ECW的选手 是被欠薪的 包括他自己 但是他们之前有访问在WB的 就是我记得Stone Cold Steve Austin有一个park 那个broken school session 那个他们那个时候就讲说 谁有被欠多少 就是大家被欠好几万美金 就是台币都百万六七十万 三百万的那种薪水都没有领到 是都没有领到 但是后来还是有 也都还是有领到 就是还是有补给他们 但是Tom Dreamer一毛都没有领到 是哦 他那时候几乎快两年 没有领过多的薪水 就是只是他只是对ECW品牌的忠诚度 然后他那时候对Pohayman 忠诚到什么程度 Pohayman那时候 其实在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公司内部 是讲话的个性 或什么比较容易得罪人 他是有被放到 美其名是去雇OVW 就是去雇新人 当然就是哦 算流放吧那种感觉 你已经远离公司权力核心 你从剧情组到播报 到突然我把你丢到一个 我看都看不到你的地方 这其实大家应该想象得到 就是在流放了吧 真的 Tommy Dreamer那时候选择的是 他愿意跟Pohayman一起去 然后这边继续当Pohayman的左右手 所以我就说 他是完全忠诚于ECW这个品牌的 而且他没有任何的负品 他没有任何一个选手 对于Tommy Dreamer是有一句 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很吉白朗 就是没有 所以我就说这真的是 不只是摔角的典范 也是人生做人的典范 就是你知道 但大家都会觉得他很笨 因为他如果早点跳 以他的名声或是他其实不需要过得这么苦 而且你知道他唯一一次拿ECW冠军腰带的时候 不是WW9是旧的ECW那一次的时候 他输给TES是因为TES要跳槽 而且TES那场比赛打得有够烂 8分钟而已 一场比赛8分钟 没有HARD CORE的要素就算了 他连大绝都懒得放 就是一副反正我就是要离职了 你就赶快把我结束掉了好吗 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大家即便那是一场不怎么样的比赛 Tommy Dreamer在ECW要倒闭之前 终于拿到ECW冠军腰带 大家还是很感动 感动到落泪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然后他自己也讲说 他其实不想拿冠军腰带 因为没有人了 他说他很清楚 他在ECW的工作 就是要协助新的选手去成为明星 该成为明星人去成为明星 就是他的工作 他不会把自己当明星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更不被大家注意 但实际上应该要被大家注意的人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位台北的张先生的回答 那之后呢 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听众的赞助支持 好 橘子的FB IG跟Twitch 如果要搜寻的话呢 主动搜寻Orish的Commentator 或者是在我们橘子辐射家 YouTube影片的资讯栏里面 都有详细的连结 那我自己的YT一瓶辐射家 也会放上这个Podcast的一些精华片段 那我们Podcast的全集呢 会在Google Podcast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KKBOX跟Mixerbox上面播放 看各位听众对哪一个平台是比较熟悉的 就去哪一个平台收听 好 那希望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可以聊到更多 那就先这样啦 那我们就感谢大家这个礼拜的收听啦 See ya